上星期日,受疫情影响而延后了一年的东京奥运终于在烟花绽放下画下了据点 为期两个星期,55项赛事也就此画下句号期待2024巴黎再相见 而台湾在本届奥运也突破了历届以来最佳的战绩 在此也要感谢这群战士及所有幕后英雄们所带来的感动 而在看比赛之际,一直有个问题在脑海回荡不去 就是为何在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上一直找不到赛车这样的项目 而关于这样的问题,其实在上个世纪 1900年巴黎奥运就曾经将赛车运动纳入比赛项目 而在1950-1960年代,在赞助商模式引入之前 赛车会以不同的Racing Color表明来自何许国业 间接也让国家队的概念带入到赛车运动 而时间快转到2000年中期 与F1分停抗里的大型Open Wheeler赛事A1GP 正式以国家名义参与赛车的典型赛事 不如这期就来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曾被誉为是赛车界世界杯 昙花一现的方程式赛事A1GP 整个赛事的渊源必须自2003年开始讲起 由当今杜拜酋长Shake Mokaton 马克统亲王所提出的构想 并且在2004年3月正式发表了整个赛事的蓝图 在获得FIA的背书之后 于同年6月在与车体制造商LOLA 动力供应商Zytek 及车胎供应商Cooper达成合作协议 并在仅4个月后 在法英宝行展正式公布了用于A1赛事的同规车辆 相对于F1赛事以车场为重心 A1GP赛事主张让任何车队 在没有任何技术及财务优势下得以参与比赛 在赛事规范上属于完全统规的赛事 各大车队所使用的车辆完全相同 自2005到2008为止 所使用的车体轻易色由LOLA打造命名为LOLA A1GP 动力上采用Zytek所生产 3.4升自然进气V8引擎 车辆最大动力落在550匹马力 全车杆重约落在615公斤 在加入燃料及车手之后 大概落在800公斤 全场轻易色使用Cooper车胎 而自08赛季到09年收摊之前 此时A1赛事专与法拉利合作 第二代Powered by Ferrari A1赛车同时问世 车体设计参考自法拉利的F2004赛车 动力也改为由法拉利及Massarati 共同生产的4.0升自然进气V8引擎 输出最高可达600匹马力 全车加上驾驶之后 重量下限落在700公斤 车胎供应上也从原先的Cooper转为米其林 而从以上规格来看 基本上可以想成是将GP2赛车的性能稍稍下调的赛事 以车辆的动力重量比来看 第一代A1赛车约莫落在0.7马力公斤 而第二代则稍稍增长至0.75马力公斤 由于比例落在1至1分之1之间 因此用以举办A1赛事的赛道 至少需要符合FIA Grade 2的认证 而在赛制方面 前面提到A1 GP是以国家为参赛单位 因此车手名单必须完全是参赛国家的国籍 车辆涂装必须完全代表国家 不过对于合作车队 拥有者及员工的实际国籍就没有太多的限制 最好的例子包含奥地利队 是与德国的Rossberg Racing合作 或是英国的老牌方程式车队Carling 同时与日本及黎巴嫩合作出赛 简单来说A1赛事的规定 大多是以选手作为出发点 而单一赛季至多能有30国30辆赛车参与 采用跨年度制赛季 相对于F1每支车队需至少有两辆车 A1车队每个国家仅能派出一辆赛车参赛 典型的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而在分战的时程中 周五开始到周六上半天 会先行进入三次各一个小时的自由练习 周六下半天则进入排位赛 时间从下午两点开始为期两个钟头 而在08-09赛季缩短至55分钟 分成四段各自10分钟的Session Q1及Q2跑出的单圈会决定冲刺赛的起跑顺序 而Q3及Q4则会决定常规赛的起跑顺序 在每个10分钟的赛道开放时间内 扣除进出维修道的单圈 各国车手仅能进行一次的Flying Lab 而周日的赛程方面 上半天会先进行冲刺赛 Sprint Race 起跑会以Rolling Star展开 整段赛事进程采用24加1 抑制24分钟正规实现 计时器归零后领先者冲线时 进入最后一圈 类似当今电动方程式的赛事规则 而在冲刺赛结束之后 同一天下午便会举行常规赛Feature Race 起跑会改为Standing Start 最低赛事距离落在180公里 在围棋三天的赛程当中 各家车队会各自分配到 5套的干胎以及2套的雨胎 当然啦 在天气状况影响下 也会影响胎种的分配数量 而在冲刺赛进行期间 必须至少进行一次进展 正规赛期间必须至少进展两次 也就是在两场赛事 各国车队必须至少进行三次的进展作业 而在冲刺赛及常规赛进行当中 车手分别可以使用四次 以及八次的Power Boost进行超车 简单来说就是透过短时间改变 引擎的输出曲线 让车辆获得额外的动力 先前提及引擎的峰值动力 正式开启Power Boost下的最大输出 在第一代赛车上 可以从原先的520匹马力增幅至550匹马力 第二代赛车则是从540匹马力增加至600匹马力 运作的原理类似于电动方程式的Attack Mode 却又有所不同 这么说吧 F1的Attack Mode需透过开进驱动区间测动 而Power Boost则是驾驶 直接透过方向盘上的按钮进行驱动 在积分系统上 A1赛事积分仅计算车队积分 由于不计算车手积分 因此单一车队可以包含多位车手参与赛季 这项措施也补足了车手 可能因参与其他赛车赛事因而缺席的状况 当然啦 一人车队也不在少数 而从05年第一季到08年最后一季 四个赛季用上了四组截然不同的积分系统 但进入积分圈且刷出单圈赘速 获得1分就没有变化 不过在单场奖金的分配上就完全相同 在冲刺赛跑进前十的车队 可获得从10万至3000美不等的奖金 而常规赛的前十分别可获得 20万至7000美金不等 并且会以当季最佳的9场分战成绩 作为计算基准 当然这些奖金也不会直接由车手领走 而是由车队接收 由于A1GP各国所使用的车辆完全相同 因此在各国争胜的关键 变成车队策略拟定级执行 加上车手当下状态及技术的发挥 而自2005年第一届赛事以来 四个完整赛季分别由法国、德国、瑞士及爱尔兰拿到冠军 以车队阵容来看的话 法国及德国队在夺冠赛季节动用了两位车手 而瑞士及爱尔兰队都是典型的一人车队 系数所有参与过A1GP的车手当中 参与最多赛事的车手同时也是拿过最多A1胜场的瑞士车手 16年利曼耐久赛冠军Neo Gianni 参与4个赛季前后30场分战60次起跑拿下10次胜场 同时也替瑞士拿下了07-08赛季的冠军 而单一车队胜场记录落在05-06赛季 法国队在Alexandre Premat 及Nicholas Lapierre轮班下整季拿下13次赛事胜场 而在08-09年最后一季冠军则由Adam Carroll 整季全勤帮助爱尔兰队拿下 先前提到由于A1赛车的性能跟GP2赛车差不了多少 赛事举办时一度有国家级GP2的称号 加上同为仅次于F1的初阶方程式赛事 在05-09年之间 A1赛场的确也出过许多未来在F1及耐久赛原型车组战功标柄的车手 而其中后续发展最成功的 绝对非当今红牛的二把手Sergio Perez莫属 当今现役的F1车手当中也就只有他跑过A1GP 曾在05-06赛季担任测试车手 并在当年中国战代表墨西哥队出赛 冲刺赛第15集常规赛退赛就是Paris在A1场上留下的记录 而Paris在14年加入Force India同时的搭档Niko Halkenberg 曾在2006-07赛季代表德国队出赛 当年替德国拿下总冠军不说 整年下来拿下6次常规赛及3次冲刺赛冠军加上4次颁奖台 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扛起的整支车队 在这之后Halkenberg也成功进军F1 却开启了一波时尚最漫长的颁奖排荒 有没有终结的一天 目前看下来几率似乎渺茫 到底是不是在A1GP把颁奖台运用掉了 呃...这就留给大家想像了 除此之外包含F1元年冠军Nielson Pickett Jr. 2015-2016年F1赛季及两届立曼冠军Sebastien Boehm 2014 IndyCar赛季及2018 Indy 500冠军Will Power F1一户车驾驶Allen van der Meuf 教授之子Nicholas Prost Max Verstappen的父亲 前F1车手Jose Verstappen Andretti赛车家族三代Marco Andretti 都一度在A1GP赛场上效力过一段时间 然而看似前途光明的A1赛事 却在接下来遭遇了一连串厄运 早在2007年10月 A1虽然成功与法拉利达成技术合作协议 并且与IMG合作打理全球转播事宜 整项动作仍掩盖不了投资者 开始对于赛事失去信心 在同年底光是杜拜投资者的退股 就让赛事持有者RAB 录得了2亿美元的损失 时间快转至08年中 彭博揭露RAB已经连三次减少了对于赛事的投资额 这让时任澳洲队主席Alan Jones直言 RAB这一稿几乎可以确定赛事稳死的 同一时间发生了全球金融海啸 各大产业包含汽车工业在内全都受到影响 退赞助的退赞助 减少支出的减少支出 直接卷铺盖不完了的也不在少数 两面夹击下加剧了财务困境 09-10赛季是否能举办仍世卫之术 法拉利一度扬言 倘若无法收回开发费用将提前终止合作 才知道原来用在开发车辆的230万美金费用 根本连付都没付 当然最后赛季也没办成 在2009年10月25日 原定的澳洲开幕战宣布取消 自此之后连带的整个赛季一并告吹 算是加速了A1赛事的父王 整个赛事在2010年初 在赛事主席Tim Branston拿到车辆拥有权之后 进入清算阶段 A1GP正式走入历史 即便在2012年一度有过以A10为名 附办类似赛事的风声 最终都只限于车圈之间的传闻并无诚实 而在A1GP首谈之后 以国家为单位参赛的赛车赛事 就此沉寂了一段时间 不过就在2019年在意大利举办的赛车试运会后 以国家为单位的赛车赛事 似乎又出现了一线生机 而提到A1赛事的退场 可以总归成三大原因 曝光低 收入惨 支出大 虽然说A1是打着赛车世界杯的名号举办赛事 然而在知名度上 却仍远远不及方程式赛车等级最高的F1 而一项赛车赛事的推广及发展 除了车粉的关注以及转播拓展收视 最需要的正是一众车厂积极参与 A1GP为求赛事公平 必须舍弃掉车厂竞争成分 在没有更多车厂的参与下等同限制了赛事曝光度 A1恐怕在此已经埋下了失败的因子 其次恐怕就是整个产业共同的问题 赛车运动最大的支出往往在车辆的开发及场地硬体兴建及维护 而以上支出通常都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 长久下来自然出现了赛车是像烧钱的产业 用钱堆出冠军这类说法 惊人的开销加上其极低的可及性 基本上得以长期在赛车圈打滚的车队或车手 大多有车厂合作或是大型集团支持 对于本身没有汽车产业的国家来说 推广赛车难度自然高 其他赛事不说就以F1来看 近代F1的车队基本上大多出自英国 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以及美国 而以上的国家正好都是汽车生产大国 而在A1由于参赛单位是以国家为主 虽然各国在车手参赛时同时会带入赞助 但诚如先前提及 由于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汽车工业 加上曝光度不足的情况下 对于赞助商的市场行销注意本来就不大 在收入跟支出严重失衡下 自然让赛事经营方难以为继 最终还是无法躲过手谈的命运 以上就是这次A1GP的介绍 有鉴于奥运刚落幕 就先来介绍个相对陌生的赛事来应景一下 那么在影片结束之前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赛车到底能不能算是一种运动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区分享自己的看法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 拜拜